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观察到很多家长 当知道自己的小朋友的脚骨有弯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很紧张的 便会趕快去找医生 占回这张光看看发生什么事 在文献上 其实我们说10至25度 其实这个小室关就叫观察期 25至45度就是需要配合腰架的治疗 当45度就需要考虑用手术 很多时候父母其实是有点担心 因为在10至25度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呢 是否真的什么都不能搞的 只有观察呢 可不可以任何东西令到小朋友 或者年轻的患者 腰骨不要弯得那么快呢 另外有一些情况 我看到的就是 当小朋友年轻患者 去到发育高峰期的前头一六年 腰骨开始因为生长的缘故 变化得特别快 而且变差的幅度呢 亦都是相对特别大 所以就发展到 要去到腰骨治疗的倒数 但是因为很多小朋友或者年轻的患者 其实他对腰骨的认识就不多 而且他会觉得 带着腰骨很辛苦 在学校又不是多人带 更加不想让人知道 我自己带腰骨的 因为这种种原因 就令到配戴腰骨的时间 其实相对来说是少 腰骨不可以在你身上 在外面发挥着作用的时候 变相来说 脊柱側骨的弧度 就有机会会 即加剧 会变得比较快 最后呢 无可避免 就需要考虑到要手术 但是呢 在我的观察里面 其实我觉得 小朋友或者年轻的患者 其实是需要明白 戴腰骨的重要性 而且呢 都不单止只是在头脑上去认知的 而是要一群人一起做 这群人里面 就包括你的家人 医生的处方 我们矩形师可以在 腰骨的设计 多一点解释 令到大家知道 患者知道 为什么要带腰骨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另外很重要的 是不是你治疗师 透过运动 配合 重新锻炼肌肉 改善外观 和促进心肺功能 所以整个的配合 整个都是一个teamwork 因为呢 脱柱側弯 是不会自己变反性的 加上 刚才Grace都说了 如果越小的时候 发现有很大的活动 在发育高峰期间 变差的机会 是会很大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